我发现未婚夫出轨了 出轨对象是我闺蜜宋宁家 我冷眼瞧着他们身陷在偷情的欢愉中无法自拔 却又离不开我的钱 他只拿我当长期饭票 可惜了 我是有心眼的饭票 宝贝你别心急好吗 我的股票都被套死了 现在和他摊牌我就一无所有了 高哲宇压低了声音哄着电话那头的宝贝 他边说边用他温暖的手掌轻轻摸缩我的脸颊 我本应该吃了高哲宇给我的安眠药后沉沉睡去的 可我怕产生药无依赖性 整颗的安眠药 我只吃了半颗 他如果足够严谨 或者我足够听话 此刻我应该还被蒙在鼓里 沉浸在即将结婚的幸福憧憬中 你是不是不想对我负责 我知道我没吃惊有钱 可我真的很爱你 高哲宇的手机声音很大 大大我能清楚地听见电话那头 我的闺蜜宋宁家带着哭腔的声音 我甚至能想象到宋宁家那张梨花带雨的小脸 像沾了露水的樱桃 让人忍不住想倾捧住咬上一口 按理来说 我此刻应该抱起 夺过高哲宇手中的手机 冲着电话那头的宋宁家破口大骂 然后将高哲宇从我的床上赶下去 无数个拆穿他的场景在我脑子里飞快闪过 我强压住心头木火 继续假妹 他们背着我狗合在一起 然后又绞尽脑汁地瞒着我 就像精心准备的谜语 一下就被猜到了答案 那都没有意思 我倒想看看高哲宇打算什么时候跟我摊牌 难道在我们的婚礼上 我知道我也是真的爱你的 我发誓我一定会持经说清楚的 高哲宇信誓旦旦的保证 我想如果我现在睁开眼 看到他他虔诚发誓的模样 一定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几个月前 他向我求婚时候也是这样 捏着我的一双手 郑重地对我说 轻轻我发誓 我会用我下半生的时光 竭尽所能让你幸福的 不过几个月 这份原本应该地老天荒的爱就变质了 宋宁家可真是厉害呢 可他也是情长老手了 怎么就不明白偷来的感情 最后也不会属于自己这个道理呢 高哲宇挂断电话 依偎在我的身旁 伸手替我噎了噎 背脚还顺势在我脸上吻了一口 他的嘴唇温润柔软 可以想到这张谎话连篇的嘴也吻过宋宁家 我胃里一阵翻滚 我一夜无眠 高哲宇却躺在我身边睡得安稳 晨曦微露 我搬开高哲宇紧紧还住我的手臂 阳光洒在他近乎完美的脸上 卷翘的睫毛轻轻颤抖 他很好看 好看到让人挪不开眼睛 曾经我也是被他这句好看的皮囊蛊惑 肤浅地爱了他好几年 这样好看的皮囊 却是和宋宁家那张脸很配 看久了 都能从精致的轮廓中读出薄情来 宋宁家 我的好闺蜜 从幼儿园到高中 我都扮演一片绿叶的角色 衬托着他这朵瑰丽的人间富贵花 在绝对美丽的宋宁家面前 我就是绝对的丑陋 高二之前我只能仰望他 他的家事 相貌 学习样样甩我一大劫 高二期末尾声 宋宁家的爸爸突然生意失败 背上了几百万债务 宋宁家的象牙塔彻底粉碎 原本应该按部就搬走 玩玩美人生路的他 却被迫退学外出武功替他把还债 风水轮流转 我家祖坟冒清烟 我爸买彩票中了特等奖 我爸不懂投资 听我妈说钱放在银行会贬值 便把上千万的奖金都买成了商品房 前几年房价飞涨 我们家的资产翻了好几番 资本的力量就是这样 有了第一桶金后 财富就会接连不断地朝你涌来 我爸爸送我出国留学 学的金融管理 毕业回国后 我开始拿着我爸给我的一些闲钱 学着做点投资 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身为投资顾问的高哲宇 我们狼貌女才 一拍即合 也许是感受到了我的目光 高哲宇翻了个身 然后缓缓睁开双眼 睡眼惺忪地打了个哈欠 问我 宝贝 昨晚睡得很香吧 我点点头 你给的安眠药真的很有效 我一觉睡到大天亮 高哲宇凑到我身旁 把手伸进我的真丝睡衣里摸索 声线低沉地在我耳边尼南 一日之际在雨晨 昨晚没来得及做的是要不然我们 我翻身下床 面带微笑地推托道 今天约了宁家给我做脸 还有不到两周就是我们的婚礼了 我一定要把皮肤保养的经营透亮 提到宋宁家 高哲宇好看的眉头微皱 非要去他那边做脸吗 上次他前男友那时 我胳膊现在还疼呢 半个月前我生日 邀请了宋宁家来参加我的生日宴 出酒店的时候 恰巧遇到宋宁家的前任纪蕾 宋宁家和纪蕾不是和平分手 纪蕾三天两头就来纠缠 当时纪蕾拽着宋宁家的手 把他往出租车上拽 高哲宇出手阻拦 就和纪蕾动起了手 回想当天的高哲宇 真是犹如篇幅霞上身 正已敢爆棚 最后高哲宇和纪蕾都受了伤 还闹到了派出所 高哲宇一直向我传达的信息就是 他不喜欢宋宁家这个人 他曾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这样形容宋宁家长相眼俗 毫无内涵 说完还不忘夸赞我单纯可爱 当时我还感叹高哲宇的眼光真是清奇 毕竟宋宁家是公认的美女 现在想来 这不过是她给我投放的烟雾蛋 大概在高哲宇心里 真把我当成了傻白甜 对了 这几天我回家住 我妈说结婚前夕咱们最好不要住在一起 这样不吉利 我换上衣服 对着还躺在床上滑手机的高哲宇说 他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窃喜 随即摆出一副舍不得我的委屈模样 可是我会想你爱 声音中甚至夹杂着些许哽咽 死渣男 下届金像奖没有你我第一个不服 克服一下吧 过不了多久 咱们就是合法夫妻了 我依旧微笑 那我每天都给你打电话 你也要想我 哦 他起身走到我身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轻轻挣脱开他的怀抱 我觉得恶心 那我先出门了 你在睡会 我驱车前往宋宁家工作的美容院 一路上我都在想 我和高哲宇整天黏在一起 他是什么时候腾出空来和宋宁家偷情的呢 我过目了一下 有一段时间他总跟我说要留在公司加班 现在想来应该就是趁着空荡优惠宋宁家去了 我是那么信任他 一次都没有查过稿 甚至还体谅他工作辛苦 满了煲汤教程在家学着做一个贤妻良母 这样想着 我更恨他了 浓郁欧洲宫廷风的包厢里 宋宁家用指腹轻轻地揉着我的太阳穴 他低着头为我调整脸上的膜布 我和他近到只有几厘米的距离 即便是这么近距离地看 他的皮肤还是像包了壳的鸡蛋一样 迎晶迎剔透 这张嫩的能掐出水来的脸蛋 我看了多爱 别说男人了 我开始有些后悔了 我应该把他俩各自藏起来的 要不是我有钱 像高哲宇这样的男人本就该属于宋宁家这样的女人 以前我不这么想 现在我不得不这么想了 一对俊男美女的相遇 注定是天雷勾动地火 也许他们从第一次见面就燃起了暧昧的火花 只是那时候我对自己和高哲宇之间的感情太有信心 完全没有提防宋宁家 这是我们美容院的秘制配方 堪称回春一绝 你坚持做完一个疗程就能看见效果了 不过你还是要保持规律的生活 少熬夜 还好有大牌护肤品的加持 要不然你的脸早就毁了 宋宁家笑起来的时候 脸颊双侧有两个浅浅的梨窝 该怎么形容宋宁家的长相呢 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又纯又郁 精亮的眼眸仿佛一红青泉 不落泪看起来也是楚楚可怜 毫不夸张地说 宋宁家凭借着这张脸 就能轻易俘获一个男人的心 我的目光停留在他的手腕上 他的手腕上套着一个法国青奢牌子的镯子 当季最新款 价格大概在三四万 镯子挺好看 我不嫌不淡地夸了一句 恩 说来还是要谢谢你 你介绍的那些太太每个都在店里充了十多万的卡 上个月我提成拿了不少 要不然我也不舍得拔草 送您家应对自如 对了 我结婚你来给我当伴娘吧 过几天我给你选件礼服 到时候我再给你介绍哲语的同事 你也该找个伴了 我明显感到宋宁家的手僵了僵 随即轻轻嗡了一声 我敷着面膜 和宋宁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天 这家美容院很高级 宋宁家也是店里的明星技师 我是店里的薄金VIP 只要我来 宋宁家就只去服务我一个人 他忙里偷闲 倒也乐呵 你上回说你爸妈给你准备了什么价值 他问也没什么 一千三百一十四万的银行卡 几套别墅 一艘游艇 还有一堆黄金首饰 我妈说黄金保值 还寓意我和高哲宇情比金奸 我倒是觉得太过俗气了 慕了慕了 那你和高哲宇有没有签婚前协议 他继续问道 还没呢 不过签肯定是要签的 给自己留个保障 他要是对我不好 一个铜板都别想从我这里得到 我故意说给他听 果然 宋宁家脸色微变 我和高哲宇签婚前协议 一旦我和高哲宇结了婚 他自然不会轻易和我离婚 游渐入奢益 游奢入奖难 这几年 高哲宇被我宠坏了 开上百万的跑车 浑身奢侈品 离开我他就会失去这纸最精密的生活 他的许多客户 都是我穿针引线的 分手 对高哲宇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轻轻 说真的 你要仔细考虑清楚 我觉得高哲宇配不上你 你们家条件这么好 结婚就应该找门当户对的 宋宁家看着我满连老母亲般的担忧 他话没有说的那么直白 但话里话外就是暗示我高哲宇就是为了我的钱 我知道 换一个人也是一样 反正也没我有钱 花点钱倒无所谓 只要我开心就行 宋宁家估计没有料到我想的如此洒脱 有些急躁了起来 难道你不怕他只是爱你的钱吗 我笑 谁不爱钱 我想了想又补了一句 好色贪财世人的本性 美貌是可以复制的 可财富确实不可复制的 宋宁家的脸色更难看了 做完脸 宋宁家又来了新的预约 我穿戴整齐 离开美容院的时候 前台堆着满脸的假笑 殷勤的提示我卡里的余额不多了 需不需要充值 以往我会毫不犹豫地充个几万 我摇摇头 我和宋宁家的友谊 也余额不足了 我上了车 刚发动 就看见宋宁家拿着一个罐子追出来 他奔到我的车旁 趴在我的窗户上 把手中的罐子递给我 刚才来客人忘记给你了 这是我们美容院特制的面霜 可以养肤的 我接过罐子 打开盖子闻了闻 淡淡的香味和刚在做的面膜如出一辙 谢谢你了 最近皮肤状态是不太好 再这样下去婚宴都没法见人了 我随手把面霜放进包里 宋宁家不忘叮嘱我 轻轻 想要效果好 这个面霜用量一定要用足才行 安了 还有事 先走落 我一脚油门 后视镜里宋宁家的身影越来越小 我了解宋宁家 他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 他给我的那罐面霜 我拿给一个看实验室的朋友帮忙检测了 检测结果显示 面霜含有较高浓度的水阳酸 大剂量上脸非常刺激 容易烂脸 宋宁家还是对我下手了 从小到大的情谊 最终还是敌不过一个男人 我给高哲宇腾出空间 就是想要看看 我不在的时候 他是如何跟宋宁家偷情的 跟踪这种事 大可不必我亲自去做 花点钱找个靠谱点的私家侦探就行 过过几天 我正躺在自家的黄花里沙发上撸猫 手机叮咚提示 我收到了私家侦探发来的照片和短片 高哲宇开着一辆我闲置的FV出门 大概是为了掩人耳目 高他没有直接去宋宁家楼下接他 而是让他在路边等候 视频里宋宁家穿着紧身包臀裙和黑丝 连站在路边招手的动作都是风情万种的 高哲宇不可能带他回家 两人也没有往酒店去 而是选择把车开到了荒郊野外 私家侦探使鱼记出身 拍摄技巧娴熟 角度刁钻 即使是黑灯瞎火的野外 我依旧可以清楚地看见车内春光炸蟹 宋宁家脱的只剩下丝袜 娇嫩的红唇在高哲宇的脖梗上游走 每个毛孔都散发出最原始的欲望 而高哲宇也向九汉的和苗疯狂地汲取着宋宁家送来的甘露 他们肆无忌惮地宣泄着身体欲望 像两只发情的野兽 更让我恶心的是 根据视频上的时间轴 高哲宇在玩事后还给我发了微信说很想我 没有我在身边他都睡不着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他却在我眼皮子底下爬到我脑袋顶上拉屎 我妈端来一盘切好的梨子 我赶紧收起手机 要是被我妈看见这番相样画面 血压必然会原地升高 你看你 大冬天露个脚踝 也不怕老了得病 我妈边说边拿来一条毛毯盖在我的腿上 我握进我妈怀里 妈 我不想嫁了 我舍不得你 我妈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什么傻话呢 又不是见不着 实在不行你和哲宇就住家里 家里宽敞 妈 其实你不太喜欢哲宇 对吧 其实我看得出来 我妈对于高哲宇的态度 说不上冷但也谈不上热情 我妈活了大半辈子 风吹雨打 最穷的时候跟我爸摆过路边摊 睡过窝棚 我们家发达之后 我爸又犯了原则性错误 小三打电话给我妈逼宫 我妈没有像其他女人一样一哭二闹三上吊 而是充分运用她前半生积累的智慧 拿捏住我爸的软肺 将小三打的节节败退 从我妈的身上 我汲取的人生经验就是 女人必须把钱牢牢捏在自己手里 我曾看过一本书 书里说爱情不过就是一种感觉而已 这种感觉的新鲜感只能维持三个月 或者更短 两人能在一起多久 不取决于爱的有多深 而是取决于双方对于爱情的态度 妈喜不喜欢她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喜不喜欢 妈就希望你找个能真心对你好 疼你爱你和你相互扶持的男人 多么简单朴素的愿望 多么简单朴素的愿望 可越是简单的东西 越是难实现 万花见欲迷人眼 这花花世界 诸多诱惑 谁又能始终保持清醒呢 姜还是老的啦 我妈观察力极为敏锐 怎么突然问这些 是不是和哲宇闹别扭了 我不想瞒我妈 这种时候 我更需要一个人和我站在同一阵营 不是闹别扭 是我发现她出轨了 出轨对象是宋宁家 我妈皱美 责叹道 没想到竟然是宁家 之前老宋还不上高利贷 你还拿了六十万帮她 敢请她就这样对你 果然人心格肚皮 也庆幸你没和她结婚 妈给你出头 看谁敢欺负我宝贝女儿 我摇头 别别别 这是你让我自己处理好吧 我妈忧心忡忡地看我 你能处理好吗 妈怕你太感情用事了 你们说过高大英素花综合症吗 英素花是一种极其喜爱阳光的花朵 低爱的英素花一定会讨厌长得最高大的植株 因为她遮住了她们赖以生存的阳光 招摇显眼 有人除掉她们 会让低爱的英素花感到幸灾乐火 低爱的英素花也甘于低爱 以免遭受被砍掉的命运 我原本也是低爱的英素花 但愿在尘埃里汲取养分 可我无意间长成了最高的那一株 于是乎所有的花朵都希望将我砍去 以显示命运是公平的 她们不甘心和她们一起从尘埃里长出来的花 长得比她们高大 自从我们家发迹后 有人为钱接近我 也有人为钱疏远我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洒脱 我一下子就变成了双师人缘 友情和爱情 同时背叛了我 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躺在浴缸里无声流泪 是时候反击了 我的脸又红又肿 我当然不会蠢到用宋宁家给我的加料面霜 酸对皮肤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我忙过过敏 哪怕只是沾染一点果汁 我都能红肿好久 我约了高哲宇在他公司楼下见面 见我包着丝巾戴着墨镜 高哲宇满脸关切地问道 宝贝 你这是怎么了 我摘下墨镜 给他看我脸上的红肿 这几天涂了宁家送我的面霜就这样痒了 去看了医生说是过敏了 一时半会好不了 看来婚礼的延期了 啊 可是喜帖都发出去了 要不 你坚持一下 听我说婚礼要延期 高哲宇明显不情愿 试图说服我 一辈子一次 谁不想美美的 你看我的脸都这样了 化妆都未必见得了人 我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一个盒子 盒子里装的是私家侦探装了监控装置的手机 你之前不是说很喜欢这款带钻的手机吗 我特地买来送给你 就当做是补偿吧 这款手机售价三十几万 手机上镶嵌了一排钻石 奢华无比 可是我给高哲宇的这一部 却是山寨货 手机上镶嵌的不是真钻 是水钻 换做是以前 我毫不吝啬就给他买了 可现在 他不配收了礼物 高哲宇掩饰不住的开心 拿着手机板弄着 宝贝你真是太好了 我爱你 高哲宇迫不及待地换上了手机卡 拿着手机爱不释手 我手机里装了个APP 可以实时监控高哲宇的手机 他和人聊微信 打电话 我都能看见 高哲宇你疯了吧 你给吃青擦了什么 他脸肿成那样 他现在说要延迟婚礼 你能不能沉住气 送您家老公 人家不是故意的 可是看到你们在一起 人家真的好难过 老公你什么时候跟他摊牌啊 高哲宇别急 等我搞点钱 这几年我和他在一起压根没搞着大钱 我现在跟他摊牌 等于断了自己的财路 宋宁家你真的要和他结婚 那我怎么办 高哲宇等我跟他生个孩子 到时候我就吃定他这张长期饭票了 你放心 我的心在你这里 宋宁家我就知道老公最爱我了 人家买了新的情趣内衣 晚上穿给你看哦 说完 宋宁家发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他穿着一件不如蝉翼的蕾丝内衣 男人最是无法拒绝这种若隐若现的诱惑 原来在高哲宇心里 我不过是张长期饭票 低级的情欲让他欲罢不能 可惜了 我是张有心眼的饭票 这些年吃穿用度我从不吝啬 但是高哲宇却没从我手中得到我任何资产 房子车子都在我自己名下 股票 基金也是我自己在打理 高哲宇这几年混得并不好 其实他投资眼光一般 我介绍给他的客户 要不是看着我的面子上 早就换人了 他的领导也没少给他穿小鞋 高哲宇早就在我面前说了无数次想自立门户了 就等着我拿钱让他一展拳脚 我之前是真的不想他太累 希望他多腾出点时间陪我 报复一个人最佳的手段是什么 钓的周波 只会被他们身接出 我根本就在那眼下 我不是想要承你 还能承你